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个收音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TS6总决赛 巅峰联赛第六赛季的总决赛BO5第一场OG对战VP的比赛 在昨天的比赛里面OG是刚刚被VP打到败者组 但是在败者组决赛上面也是2比1 非常顽强的是赢掉了EG 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就是OG在胜着都把EG给打 看来OG对于EG的战队打的还是比较有心得 这场比赛的一个BP方面 VP一上来是拿了赌狗加月旗 这场比赛OG没有扮狗 一般的队伍去打VP都会选择去扮掉赌狗和狗 扮掉二狗子 扮掉二狗子以后 鱼狗和赌狗月旗这个体价就都没了 这场比赛OG作为先搬先搬的一方 是一手直接抢一个蝙蝠 因为术士被搬了 术士被搬一手抢蝙蝠 结果VP直接把赌狗露娜的拿到了 这样OG是在第二手补了一个黑鸟 黑鸟轻换向 轻换向是比较快 轻换向是比较快的 其实这场比赛VP打的丧心病狂一点的话 可以 还是选择给多外拿了一个龙旗 三二狗拿了一大鱼 大鱼加上赌狗露娜再加上龙旗的一个输出的话 主要还是偏向于物理输出 在搬人方面VP是搬掉了这个 ANA的老虎 还有Gerox的虫毛 那么现在OG在第三次手搬了一个卡尔 搬了一个火枪 VP的这个火枪 VP现在他们的这个中单位有一点 有点很复古的感觉 就是No One的这个中单 有一个很复古的感觉 在WINS拿到TI6的冠军以后 就是现在全世界兴起了一个风潮 就是说我的英雄池一定要伸 包括我的中单 我中单英雄池要伸 就是一个中单常规能拿出来的英雄 起码得有10个 对吧 你就咱们随便数一下 卡尔的猫 Tinker 黑鸟 还有DP 电棍 亚龙 还有什么呀 还有剑圣 就后来出来的剑圣的中单 然后呢 还有什么古法的中单 还有龙旗等等 最少得有10个 但是VP这个就特有意思 VP的中单的英雄池大概是4个 他们的中单就是能够拿出来的 可以去影响到决定胜负的中单 就差不多就三四个四五个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他每一个英雄都能够让你压力很大 你像这场比赛VP VP的火枪是OG你要办的 你不办我的火枪 我火枪加露娜加毒 我就站在后边就跟你慢慢耗 Andoji在第四手是给 Notel是打了一个TB 所以VP这支队伍 他们的整支队伍的英雄池并不深 这支队伍的英雄池并不深 他们的这个有点回到 当初哪支队伍 回到Alance的一个感觉 Alance那支队伍的英雄池也不深 但是他们的这个英雄 每一个英雄都很能打过上千场 他们的整个英雄体系打得很完善 就是我不是靠套路赢你 我不靠套路赢你 我就是靠我对这个英雄的理解 比你深 比你深 我赢你这个比赛 不是靠套路赢 这支队伍感觉也是会给欧洲 应该在未来一段时间 如果这一届比赛VP拿到冠军的话 应该会给未来欧洲的 DOTA的一个环境 包括整体的一个节奏点 应该会带来一些改变 然后当时那会儿 包括现在有人说 A队布狗 就是Alance老Alance的布狗的英雄池 是俩 一个德鲁伊 一个先知 有人说就是这么说 但问题是布狗的德鲁伊和先知 光这两个英雄他出场使用的次数 他练的次数不下4000场 所以他对这两个英雄的理解 是比一般人要深的多的多的多的 OG的三四爪拿着蓝胖子加TB 三号位蝙蝠 中单的黑鸟 大哥的TB 其实严格意义上说 火枪是一个很好去打独狗露娜的英雄 因为VP的这个阵容 你拿独狗露娜去打的话 就露娜的这个射程 龙骑的这个射程 你是打不到对方的火枪的 而且有一个黑鸟在的话 黑鸟可以去打U单嘛 可以打优势路 那让你中优势路的黑鸟去发育 中路拿火枪去打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虽然会找OG拌掉一个三号位的杀王 拌一个三号位的杀王 是什么样的套路啊 他现在差的是一个 他自己差一个酱油 他其实适合拿杀王 OG这个人适合拿杀王 打越骑虎狗 要的就是一波 你必须一波冲出去 能够打死 自己拿杀王其实比较合适 他搬杀王没感动 这次已经拿了一个牛 牛也行 牛跟杀王差不多 都是打一波的这种人 杀王也可以打四 他并不是说被得打三 他打四后就打野 发育其实比牛快 牛这样比赛主要是挂机用 而且对方走这种幻象路线的话 你独狗加路纳 四个幻象上来 我大牛一个挑大 打开心了 直接你独狗就秒吧 看见最后一手 VP最后一手差一个 差一个靠谱的五号位 其实 他们这个时候拿一个拉比克多好 我不知道VP这个拉比克 我没有印象 因为VP这个比赛 他这回一直在胜者左 他打的比赛数量 整体数量不多 他们拿拉比克拿的 有没有拿过拉比克 我没有印象了 没有印象了 但是他现在如果拿一个拉比克出来了 这场比赛拉比克的偷的技能还是比较好的 他可以偷黑鸟的剃 偷蓝胖子的技能 蓝胖子仨技能 偷出来都值钱 偷一个试血 可以给露娜 可以给龙琪 偷一个减速 你可以对面随便找一个人扔出去 偷一个蓝胖子 F也不错 起码多一手空 偷牛头的板 这就不用说了 所以这场比赛 就甚至偷 甚至于偷一个TB的这个倒影 都是一个很好的技能 拉比克会用的话 这场比赛VP很好用 拿了个黑弦 还是拿了一个扫奥 拉美西斯的露娜 拉美西斯这个选手 在最近的这个比赛当中 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 不对啊 不对啊 VP这个阵容分身很有问题 这场比赛 看看ANA的黑鸟吧 这个OG在昨天的比赛 昨天的比赛 打完了以后 我觉得他们对于VP这支队伍 应该是会有一些强法 你看VP的整体的一个阵容 强调的就是团战 他还是强调团战的一个阵容 就是我 而且他强调的一个团战 跟咱们中国以前强调的 这种完美团不一样 他强调的是 我要有一个团战的续航能力 我团战要有一个续航 我这个续航不是加血和回蓝的续航 而是我要有一个持续的输出能力 VP这个阵容 月旗也有持续的输出 不管是我平A还是月光 月光这个技能 CD短 伤害高 外加一个0.8秒的弦晕 龙旗也是 龙旗的两个主要的技能 一个喷火 一个伸龙摆尾 这俩技能的CD都很短 升满了就是说10秒左右的一个CD 黑咸呢 是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拉 外加一个奔腾 可以给队友提供一个多次切入的能力 大鱼也是这样的点 就包括毒狗 他们不是靠大招打架的一个阵容 OG的这个阵容 OG的这个阵容 有点跟对方硬刚的一个节奏 他们这个阵容特点跟对方有点像 就都是我不是拿这种 我必须 必须说是我打一波完美团 我都是小技能很足 我就拿小技能跟你拼 蝙蝠的大招虽然是一个 蝙蝠的主要技能虽然是大 但是他在团战当中拉完人以后 他还有火跟这个人有 包括这个燃烧瓶 燃烧瓶的CD17秒 一波团战也能扔出来 所以这场比赛估计打架很频繁 双方这个这种打架都很凶 后期 中后期的荣村率来说的话 两边阵容也都差不多 两边都是一个这种 呃 违和 而且到了大后期 不是特别厉害的这种中单 龙旗跟黑鸟这俩英雄 到了大后期都不是很强 都比较怕BKB 黑鸟是最怕BKB的英雄之一 龙旗在大后期 就是一定要说大后期 特大后期的话 这个龙旗是可以出圣剑的 他出圣剑挺厉害 只不就是这个真的要到特别特别后期的事了 TB上路这个TB TB在后期的作战能力跟月旗差不太多 这俩人在后期的一个团战里面都是 呃 边扛边输出 都是这种边扛边输出的节奏 哎 这个板给的不错 赖米西斯看一下 关一下给自己的月旗腾出一个逃生的一个路线来 但是这个身上一直在被碟油 三层油 再给一个普攻 四层油 再一个普攻 蓝胖子在下落的这波钢三效果还是非常好 他们前期的这个钢三利用的就是线上我控制多 控制命多的这么一个优势 诶 这里有这个 Xerox这儿为什么选择会拉一波野啊 拉了一波双野出来 这个双野是一个给S4囤的 给S4囤了一波双野 下落的这个对线来说的话 OG肯定是占优 他这个下落一会儿在蝙蝠到达二级以后 只要我蓝胖子F住人 牛的这个板 不一定非得以说 我一定要把你封死 就稍微影响一下你的走位 基本就被烫死了 中路的捕刀方面 黑鸟打龙旗的话优势不是不会特别大 而且就是从之前的这个比赛来看 ANA这个选手 他的对线能力并不出众 他的对线能力跟这个像传统强点的 像MAYB啊 像中国的啊 就跟MAYB SCC这些选手应该打不了 MAYB和SCC去跟苏妙队中是不会吃亏的 就光说对线的角度来讲是绝对不会吃亏的 就不会像ANA这个莫名其妙补刀被对方爆了一倍多 这正部还没人反补高 就这种情况中国的中单 这个强力中单应该是不会出现 但是ANA这个选手他的一个中单的兑现能力好像是一般 这里下路这里是看神牛Jarrod这个牛是跑的太靠前了 被对方两个人找到给怼死了 下路如果一定要刚三的话 大鱼要过来 大鱼过来配毒狗 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一套体系 Fly这里看一下大鱼 大鱼赶过来 吓唬你一下 你要再过来就踩你 不过来就算了 那他要上路去跟拉米西斯路纳去一对一的话 这两个人差不多 忽肥吧 越骑在就是双方这个等级 如果是正常起的话 就正常起这个等级的话 这两个人谁都没有杀对方太多的一个机会 相比之下就看守速还有站位 六级的路纳是具备秒杀这个TP的能力的 就我一个大砖砸中你三下 砸中你三下 我再主动给你一个C 是肯定秒的 TP也没有那么多血去扛 但如果你一旦让这个TP换出血来的话 再给个倒影 就可能反过来被追死 这个堆下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激情 最主要的激情可能还是在下路 下路多一些应该 帕克这里三级选择的是二级的燃油 然后留点 他的这个留点的主要做 这个牛头给的这个板的位置好像一般 没有板住 板住也杀不了 TP前期配合队友杀人的能力有点弱 主力TP前期配合队友杀人的能力是很差的 这个板留住拉美西斯 而且要出来的话要吃掉三棵树才能出来 这波这三棵树吃了个够伤的 这一下浪费到三棵树 有没有补刀符 还都不是补刀符 就是拿吃树愣吃出来的这波 这样浪费到三棵树 比较赚一百块钱啊三棵树 这边被关 关了以后开火 给上一个C 这波这波应该是要死的 看看能不能换掉对方 两层油加上一个一级的燃烧瓶的话烧不死 对独高选的直接去送野 那这样呢人头数目前是一个2比1 VP暂时是领先了一个 前击对线的话 OG这个阵容还是要强调一下 让玩胖子和牛头这两个人去找人 这两个人在找人的能力上还比较强 而且最好不要去配这个TB 配TB杀不掉人 蓝胖子和牛头这两个英雄在前击线上 一定要去找这个有输出能力的 你配前四爷的这个蝙蝠是可以的 但是配TB的话 这个杀上有点必劲 你给板板住了以后 大鱼这一条踩 这给上一个F再定一下 还差一个普攻 一个差一下 那这里最后死被TB的这个普攻 还是打到身上打扫 你看这个三个人杀对方的一个大鱼 还被大鱼差一点就逃掉了 这个难度就真的有点大了 这里 行四爷的这个蝙蝠这波野怪啊 这波野怪想吃了很难啊 这个队友要过来帮忙 不过来帮忙的话 这波野怪如果是让拉米西斯的 露娜给补掉的话 这个蝙蝠都崩了 哎哟 这个队友不过来帮忙这么打 这个跟自杀无异啊 中路想对这个龙骑动手 但是没有成功 对方有一个很简单粗暴的战术体系 就是毒狗的一个无解先手 毒狗的一个无解先手 这波打完了以后 VP这个在前期线上 又是占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这波打完了以后 露娜在前期本身 她补刀其实被限制挺死的 但是这波打完了以后 一下就追回来了 看下经济情况 目前NOTEL的TB还是全场第一 中单ANA的这个黑鸟是排在第二 自己的队友来中度去帮过两波的话 这个效果还是有些 起码补刀术和经济上面是领先了一点点 领先一点点 露娜的拉米西斯露娜这场比赛 如果没有刚才这一波野怪的话 她这个经济现在应该是非常崩盘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一千多块钱 可能连蝙蝠都不入过 但这波打完了以后 抢掉很多野怪的钱还是发财了 露娜这个英雄 她刷钱的节奏 刷钱的一个时间点和所需要的装备 跟那谁有点像 跟死的有点像 也开大打一波 看一下蝙蝠这又再次被击杀 S4只要比赛蝙蝠崩了 这个F给一下露娜 马上下一个C一招踩 一招踩留住 没 真的没踩着 我去 没踩着 我这看不懂 按道理说 那个距离应该差不多 这蓝胖子自己加的这个视血树里功了 跑得比较快 正路的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眼 看到了S4的一个蝙蝠 S4一开始给蝶油 自己的火快快有了 但是这个杀毒狗应该是杀不掉 黑鸟再往过赢 这个地方关一手出来以后追不上了 再蝶三层油 给一个加速 再蝶四层油 开火蝶四层 那这样啊 这个波都杀了 一用这么追过来的话 这个就有点霸气了 这个视野树还是管能管用 视野树在前期就是配蝙蝠这种人 还是有价值 需要移速的这种 TB在上路现在的一个发育 还是保证着自己的一个无减肥 即便对面对对方的是一个黑咸 但是有变身以后 他清兵比较快 就是别抗塔呀 加大招了吗 没有加大 七级并没有加大 没有加大这么抗塔 有点伤啊 这里上路过来被怼了 被黑咸怼了 这个毒狗加大鱼的这个组合 在前期线上的又不解线手 确实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唯一的希望就是黑鸟在 黑鸟在能帮着救一下 黑鸟不在的话 这个肯定是要死 刚才在下路的这波击杀 是蝙蝠杀毒狗 这波是黑鸟让了一个人头 黑鸟其实可以抢的 一个T肯定是可以抢的 一个板板住 开始叠油 给一个减缩 越骑这波没有大 越骑这波肯定是死了 看看人头给谁 给蝙蝠 那不错 S4这个连至杀了这两个人以后 这个节奏回来了很多 现在身上存款 已经有了1000块钱 这样的话 他的跳刀应该还是可以 在正常的12分钟左右 拿到手 他的跳刀 只要12分钟能拿到手的话 基本上这个S4的 这个节奏就可以找回来 因为对方的这个阵容的节奏 就是前期完全靠毒狗 跟这个大鱼 黑咸的节奏是比较慢的 黑咸前期要最主要的任务 是出到自己的秘法梅肯 然后去带队 然后带队在团战头起到一个救人之类的作用 黑鸟在中路跟对方龙骑对线线的经济两个人差的不太多 先来100块钱 这仨兵一捕就搬回来了 这里独狗开始用自己的这个月旗的幻象出去 找结果就刷钱带线 就把这个盐给排掉 也缺这里一个板 留住 哎呦这个黑咸这块被卡死了 这里清一下树漂亮 黑咸这个反应很快 用了一个C把这个树给清掉了 看一下看一下这波龙骑上来给一个火 F板一手把这个兵清掉 这波OG的一个进攻总感觉要出事 他这波总感觉要出事 这里独狗关一手 独狗关一手 但是没有后排 黑咸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二级的拉墙子 哎这个地方是把拉给S住了 没有上 没有选择上这一波 但这波OG撤退了 这波就从双方的这个人员的状态来说的话 OG这波如果不走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对方团灭的这波 拉米西斯基督在下路去发育 因为刚才这波如果说OG硬推的话 即便就是你的TP变身时间足够长 你硬推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对方一个拉墙 就关上一个人以后 然后过来一个拉墙 把你人留住的同时 这个时候我的拉米西斯 应该是一张TP已经飞到了 已经飞到了 落地一个大招 这波团灭了 所以刚才这波OG的一个撤退选择 还是比较明智 前四角这里删上1900 这波如果再能杀一个人的话就赚了 但是这个位置好像是被对方给察觉了 为什么感觉 这里有眼 但是对方是开悟过来的 看见这里黑鸟 看见黑鸟 看见这里开个月期开大 直接秒吗 剃手自己救一下 蝙蝠还没有出来 蝙蝠这个时候第二时间切出来 NNA已经被杀了 这波 这个开悟过来的时间 打的不果断 他们这波如果说第一波 直接把这个技能该给的技能给出去 哎呦一脚踩 Jerox这类也是被对方留住 这里一个F留住 看一下蝙蝠 蝙蝠这时候没有跳刀 刚才这波亏就亏在蝙蝠没跳刀上 蝙蝠如果有跳刀的话 你第一时间月期开完大的 这个位置 我蝙蝠跳出来以后 可以把你一个人拉走 就是我不一定非要拉到 我自己的队友身边 我可以把你拉往上拉 往上拉拉到一个单独的地方 比如我把你月期拉走 你后排没有继续的一个持续的输出能力 那我在另外一侧的这个人 就有可能过来去打你 因为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有人过来救 你一旦有人过来救 那么这个时候就节奏就在我手里了 蝙蝠刚才这波没有跳刀去游走 这波导致黑鸟被击杀的话 稍微有点亏 经济方面 现在NOTEL的这个TP保持的还是不错 圈上第一 十三分钟五千二不算肥 但是呢 算正常发育 飞翔招比赛到现在为止 人头数落后 这里选择过来抱头推塔 黑咸的拉现在应该已经有三级了吧 还是二级的拉 没有升级这半天 灭法没敢多做了 没有升级的话 二级的黑咸的拉的话 打团战还是吃点 还是吃点亏 三级以后就好了 这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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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这只鸡 这只鸡 哎哎哎打呀 这个反应稍微慢了一点 稍微慢了点 没有打 黑鸟现在的经济是四千八 还是跟对方的龙骑差不太多 比对方龙骑稍微落后一点点 现在VP最肥的是黑咸这个点 密板没肯加上魂戒以后呢 这个黑咸现在是五千一的经济 然后他要用一个变身 是连续拔掉对方的中路一塔和下路一塔 这样的话 TB的这个节奏保持的还是非常不错 VP这一波推中的话 OG是可以守的 蝙蝠是有跳刀的 看下毒狗的位置 毒狗的位置有点靠后 其实这毒狗这个位置是有可能被对方 哎蝙蝠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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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上 他看不到对方的这个毒狗的位置 如果他们在这 如果在这种位置 就这个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有一颗假眼的话 他看到对方毒狗很靠后 这波是可以去拉龙骑的 因为对方大鱼并没有跳刀 除了龙骑 除了这个毒狗以外 其他人并没有一个非常靠谱的方法 能把你这个跳拉给打断 这样龙骑拉回来 按照OG现在这帮人的爆发 秒这个龙骑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牛头是有大的 神经有大的 这个手里头 就我牛头大招打完了以后 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我还可以断一下你后排 这边就缺了这么一个视野 有着一个视野就好了 看上下路也缺 龙骑这里变龙没了 龙骑这个变龙没有了 蝙蝠这里 哎叠了两层油 跳过来拉住 但是毒狗在啊 这里炸回来以后 一张TP直接走了 这个 这个就是OG自己这些人的一个配合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实刚才那一波是一个机会 现在这样的话 把对方大鱼踢住 自己的推推还有9秒钟 应该是死不了的 我卡下就没问题了 那种情况呀 蝙蝠要拉的话 也是要去拉住对方的这个 哎这里月奇这个大招 月奇这个大招 运气一般 再多砸一下 Jerrox这个牛头就死了 应该 哎黑简这样搞事情 黑简给龙骑上了一个 这个加速 但是龙骑变身晚了一点点 那蝙蝠没有大 没有大但是有跳刀 可以断后排 这里塔还是被对方给拆掉了 留住 TP有没有变身 TP是有变身的 开一个幻象过来以后 看一下正面 这里炸一下 TP这种赶过来 输出输出 这里一个没啃 加上来以后一个拉墙 这里看一下蝙蝠已经被怼死了 TP是在下边打了一个低地打高地 没有来得及放出换血 直接被对方怼死了 大牛这还是要拼掉对方的这个龙骑 龙骑里边踢一手 死肯定是死了 但是自己团面了 还是没死 这个龙骑是开着避张的时候 被踢中了以后 没掉血 没死 这样啊 被对方打了一波0分4 团战的这个 前期正面团的这个能力 能够感觉得出来 就永远VP比你人多 永远人比你多 而且这个团战的时候 OG过分的去 感觉OG 就是看OG和VP打 和看WINS和VP打 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总是在自己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接团时机去接团 自己的技能永远没有CD 对方技能永远有CD 刚才这波团战 如果说蝙蝠有跳大的话 有跳拉的话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 但就是没有 没有就不要打 他没有还要应接 我为什么说老飞羊 如果去打VP的话 会好打 就如果你刚才这波团战 换成老飞羊 老飞羊一看 我蝙蝠没大招 拿撤 塔放 多大点事 一个一塔给你了 我不要了 根本就 根本就 根本就不交事 就白送你 我一点都不 一点都不慌 我心里头 但是像WINS和OG 像这波就蝙蝠 他没有打 他要应接 他觉得我应该可以守得住 我应该可以守得住 然后就崩了 你换成老飞羊 肯定不打 这波 我一看没打 我没打 我凭什么都给你打 对吧 有打 我没有三万经济领先 我都不跟你打 你别说我现在没有打 我肯定不打 我不打的话 我就去刷 然后等于这样 你拆掉我一个 最多就拆我一个一塔 你拆我一个一塔 反正你的一塔也没了 大家就是一换一 无所谓 就没有影响 就等于我不会亏 起码我不亏 我最多就是放个一塔 我还多个塔房呢 但是就这个 就头硬的对 我就面对VP的时候 你又老是比人家人又少 你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这里一个扫描 夜眼是扫了一下 夜眼是扫了一下这个位置 防止对方是绕后 但是对方并没有过来 发了一个信号 是发在这个位置 觉得对方是在这儿蹲 但是对方其实是在中路 中路越旗只要一漏 那对方就知道 你的所有的人 肯定是开雾在蹲着 自己的这个雾的时间 比对方稍微长一点点 这里马上要破雾 马上要破雾 这里马上要破雾 S4的对方这个撤退 你看VP对方那个撤退 还有站位 你注意看他的站位 拉米西斯是站在最后排 然后看你不过来 我先去打打野 我先把野清了 万一在这儿打起来的话 我开大还能省得去烫野 省得这个大招砸在野上 然后我站在第一个 的是我的一个黑贤 我黑贤实在不行 流实在是活跃来 我临死之间放个拉墙 这辈子就圆满了 我还有一个没肯可以自救一下 团战头这个站位 VP的还是 还是比较理智的 这个不是喝完福德加以后的站位 所以每个队伍这个特点 真的是太明显了 你看这个VP的特点 就是我永远就是打架 我就是跟你刚 我的钱都是打出来的 你看这在没有开 刚才那波下落这波团 如果没有这个一塔这波团的话 TP的经济是在第一的 你看这波团打完了以后 TP这个经济 一下被对方的 露娜超了将近3000 到现在为止 这样呢 OG这样比赛就很难打了 他们现在要想接团的话 就要等牛头的跳 牛头的跳包 是他们接下来 开团的一个资本 打这个VP这种队伍 就是 你最好不要跟他打牵扯 你就是一波把他打崩 一波打不崩 你跟他打牵扯 也没什么前途 他这帮人 恨不得就现在 你看现在买活情况 现在这波一波团了 现在这一波团 如果说大鱼第一时间死了 他绝对买活一张TP 没战场 VP就是这样的战队 他就是这种特点 只要有买活 我这正面团 我感觉我这波团 我买活能打赢 那我就买活 我买活了以后 反正我不值钱 我这条命不值钱 我大哥肥了就行 我大哥想的是 我这条命无所谓 我酱油肥了就行 反正我就是买活的跟你干 这团战就是 就是一定要把团打赢 我不在乎说 推不推塔 我团一定要打赢 OG这时候跑过来 选择打盾 这个打盾 牛头有没有 牛头有跳 牛头有跳 这个盾是一个 这是一个OG把团打赢的 一个很好的机会 只要牛头别被对方拉墙 给拉到上面来就行 这个有可能会被对方拉墙 拉到这种位置 大鱼这里给人有点灯 哎 要踩 哎 这个踩 牛头这里给了一个板 拉米西斯从侧面过来 这个盾马上打掉 黑鸟过来抢 拿盾吗 拿盾吗 拿掉了盾 拿到盾 看看TP的一个站位 TP里边直接被秒 越级开大进来 牛头在哪 牛头在哪 牛头这个位置 有反打的机会 应该是给一个板 这里黑鸟交盾 牛头这里是有跳大的 牛头是有跳大的 这个机会 跳大 三连 一个板 F在哪 F在CD 我去 哎呦 这波自己送都不行啊 牛头给这个板搞什么 你在高地这个位置 你你这个板 明显要留着 进去打三连的呀 哎呦 我去这团 这波团本来是一个机会的 TP第一时间 没有放出自己的这个换血 被对方给秒掉 这也还作罢了 你这波团战 牛头不留着自己的三连 进去打最高伤害 给这个黑鸟 提供一个机会 搞毛线啊 你这帮人 团战处理的也太草率了 本来自己这波牛头 刚刚拿到跳楼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方这个阵容 全是远程 全是近战 他所有人要打输出 全都要贴身打 这个机枣跳材 给人点灯 越骑这个射程 拿着魔龙枪 也才470点射程 拿着魔龙枪 470点射程 你大牛你神牛的这个 作用范围是600啊 这边不是拉住大鱼 牛头给一个板 蓝胖子过来给一个F 长话直接带走 对方的一个大鱼 但是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这个经济 已经是被对方瞬间 拉开了7500加 经验是直接拉开了一单二 团战处理的太草率了 这帮人这个团战 打团战感觉 真的是打不过VP值 刚才这一波 真的牛头把这个板留住的话 或者说 他们这个阵容 这TB 别那么草率的冲出去 跟对方打 被对方三人集合 直接秒了 这团战有得打的 牛头的跳大第一波 是很强势的一波机会 而且刚才对方 你看对方所有的人 全部都集中在 他打招的范围以内 这所有的人都集中在 打招范围以内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波团战打输了 蝙蝠藏在树林里边 看一下这波 这波团没法守 这边不是呆这根本就没有意义 根本就没有意义 对方直接是一波开悟 直接是一波开悟 这得破悟了 这得破悟了 破悟了 VP这波破悟了 后白 知道你这有人了 这波上高地 龙骑这BKB了已经 BKB加上B张 装备出的要多战装 直接上高地 面条这A一下 利用自己这个大推队 怼了四下 三级的法球 清幻象 清幻象速度还是比较快 团战处理的真的是 这块蝙蝠后来拉住拉米西斯的 露娜 但是露娜这里开了一个BKB 而且自己是被对方 哎呦 被对方再多给上一个大招以后 露娜直接是开了一个大招 根本就不犹豪远 因为我打团战 现在上你的高地 我的资本不是跃起的大 我的资本是我两根BKB 只要我有BKB 我就敢上你这个高地 这样呢不出意外了 这场比赛应该在30分钟以内 应该会结束了 现在OG的经济和经验方面 已经差距大的 已经在那儿拉不回来了 我是龙奇 这推一下 再给几下 给上一个倒影 这个倒影 对方BKB 龙奇开启BKB 往后撤一波 身上这个B章 准备秀 一个拉墙 加上一个跳踩 三人全中 一波完美团 大牛是反手 一个大招 给上以后 两个买活 来到战场 这波要硬打 踢一下 留一下对方的龙奇 然后S4这里 还在追对方的这个独狗 龙奇那块肯定是要死 这块独狗 关一手蝙蝠 接着逃 大鱼这个地方 找机会可以给一个跳踩吗 不给了 卖了 这样这波团的高地 虽然说守下来了 但是自己呢 是两个买活 等于对方打了一个二换三 二换三的情况下 你还交了两个买活 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 起码TB飞了一点 TB飞一点 有希望 TB看下一站出什么 TB现在输出太低了 他们需要 天灰信使被杀 天灰信使被杀 天灰信使这块被杀的 而且身上好像 那个东西还挺贵的 蝴蝶的配件 大米奇斯 护蝴蝶的配件 这是 这场比赛 TB有可能不会去做 选择先出个大推推 他应该不会去出兵野 这场比赛 他应该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会先出一个 BKB VP的这个阵容 对于BKB来说 他们没有无视无免的空 而且 VP这个战队 如果你没有BKB的话 很有可能被秒 所以应该会先出BKB 不会先出兵野 Gerox这里 二级大招 没有CD 这里可以招板 赶紧跑 再来 都是19比8 28分钟 这个龙奇的BKB 龙奇的BKB 还有9秒 只开过一次 露娜的BKB 也是开过一次 那现在VP的这个强势期 还可以再持续 很长的时间 看一下这波开悟 OG的这波开悟是一机会 对方的人不在 而且这个扫描 扫到对方的人的位置了 诶 独搞这个位置 独搞这个位置 肯定是要死了 独狗这跑不掉了 但是其实这个 只杀了一波 只杀了一个独狗 好亏呀 这波是动用了 自己的两个大哥过来 只杀了对方一个独狗的话 这波真的不转 轻一波对方家的野 而且这波过来 并没有选择做试验 你看独狗买活了 你看独狗买活了 你敢信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独狗买活了 这个时候 能理解他要干嘛 这支队伍就是这种风格 你知道吧 我为什么说他们这个队伍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说你看他们那个买活 资荡他手里有买活 只要我手里现在攥着一个买活 我这波团战打我死了 而且我觉得我买活了以后赶到战场以后 这波团战没结束 我肯定要买 就VP天亮的风格就是这样 这波他买活为什么 我觉得我死了 我这个正面团有可能人少 我就要跟你钢 对吧 我就赶紧买活过来 我赶紧帮我的队友 我就直接买活 反正我不值钱 我烂兵一条 拢过买活也花不了几毛钱 我留买活也没用 下一件大件 一时半会出不来 买活不会影响我装备 我就买 买了我就是威胁 我就是什么 永远在正面战场 我不让我的队友人比你少 我不会因为少我一个人 导致正面战场我们四打五 我不给你这样的机会 我买不起 灵手 这VP这个就是 估计刚灌了一口福到家 反正这个买活 虽然说咱们吹鼻吹了半天 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 你现在等正常复活 走到这也到了 虽然说咱们吹鼻吹了半天 但是其实没什么卵用 只不过就是你从他这个动作 能够看得出来 这是队友的一个特点 所以月琪已经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个蝴蝶 那拿到蝴蝶以后的这个推进 现在就更挡不住了 月琪这边直接TP回到中路 回到中路以后 他们这个回程的效果是 这个VP的回程效果用的是OG的 他们回程的这个标 刚才月琪回程的这个标是OG的标 龙琪做了跳刀出来了 跳刀BKB加上B招 那这个团战现在VP如果说硬上高地的话 OG还真的不太好挡 OG这些人现在没有BKB TP选择出了一个大推推 这样的话就导致自己没有 如果他没出这个大推推的话 他现在应该是够钱出BKB了 他没有BKB的话 对方龙琪这个先手上来 直接强秒的两个BKB冲脸 然后大鱼这边的挑刀 什么挑的点金 距离自己的体 先做了一个点金手 那这样的话距离自己的一个BKB也是早着 还早 开悟过来打一根盾 他们这个这种打盾的速度明显要比 这个OG要快得多 TB选择要出蝴蝶买了个闪命护符 他要出蝴蝶的话这把就黑了 这把就不可能赢了 龙琪这个变龙是刚刚开新开了一个变龙 新开了变龙的话那他应该不会选择去推推方的高地 应该要等到下一个龙的时间 下一个龙的CD 还有80秒 一分多钟 这样的话他上对方高地的时候 他的盾的时间应该还有三分钟 再过一分半差不多他有大招 然后这样还有三分钟 可以很充足的时间去上对方的高地 这个TB砖的如果他出蝴蝶的话 这场比赛基本就走远了 对方杀他 现在他的这个血量 对方杀他就不需要太多的物理输出 我大鱼这脚跳踩 加上一个拉墙 加上一口火 加上越骑的一个大 再加上毒狗的一个大 你基本就死了 这基本就死了已经 一套技能站在直接怼脸上 这个TB是扛不住的 只有1600多鞋 还是力量型加推 蝴蝠这做了一个BKB出来 跳刀BKB加上一个推推 前四野这波 有可能会成为战局的一个转折点 看他能拉住谁 他其实这样 他这波团战最好 不要把别人拉回来 他把别人拉回来的话 这个团战没法打 他最好是把别人拉走 在野外开拨团 在野外开拨团 把对方比如拉到这种位置来 我拉到高地上来 如果只是单纯的手高地 把对方 比如说我跳到这个地方 拉一个人回头推推 把你拉到这上来以后 这个没用 不管你拉住谁 对方的一个开着BKB的月琪 或者开着BKB的一个龙琪 冲到你一个阵容当中来 你都拿他没办法 看下龙琪现在有大了 龙琪现在有大 这跟咱们预想的时间一模一样 现在这个盾刚刚过去整两分钟 然后第一架 接着那月琪的这个幻象在前面挡 月琪这身上带着 直接开BKB强打了 这个蝙蝠一个大招 拉住拉米西斯的这个月琪 你看这个月琪根本就不虚 直接在你人群里边开个大 伤害打了一个大 绝对打满了这个伤害 黑鸟开BKB 一个大招是打掉了月琪的第一条命 但是这里月琪站起来以后 独狗关一下 这个龙琪的BKB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这波是VB第二波上来打 黑鸟 ANA的黑鸟 这波团战打的输出已经很高了 这波输出全都看他在打 你看VB一帮空姐 一帮空姐 就是没有人死 这波团战是月琪的一个盾 换掉了对方两个人 这波黑鸟的输出打的真的很高 他打了4000多输出 诺娜打了4000多 这波如果不是NA的这个黑鸟 能够在中间打出这么多的输出的话 这波团是肯定扛不住的 但即便如此 还是被对方打了一个盾 换掉自己的两个人 而且其中包括TB一个大哥位 而且中路的高地塔还是掉了 TB如果有一个BKB的话会好很多 而且蝙蝠这一波 他选择把对方的月琪拉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后 月琪的一个大招是把伤害给打满了 他没有一发月光浪费掉的几乎 最多就是浪费在这个TB的幻象身上几下 这波团打完了以后 双方的这个经济差已经是拉开到了14000了 差不多 现在方面12000加的一个差距 大鱼这里回家以后 应该是马上能买出来自己的一个祭品 大鱼的跳楼点进祭品出来了以后 龙骑和月琪的这个生存能力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这两个人现在都没有去出这个回血的装备 就续航装都没有 好在刚才VOG这波首高没有人买活 这个是他们唯一值得欣慰的点 这波如果有人买活的话 就坑的就比较大了 这个坑就有可能填不上了 这里独狗不断利用这个月琪的幻象去带线 现在有了蝴蝶以后 这个月琪幻象带线的速度很快 远远要比这个TB的幻象质量高得多 OG这要干嘛 OG这要组织推进吗 黑鸟VKB 这里TB是一张TB回到下路去推打 推一波把你的人往回压一压 压一压你的人回来以后 我让这个大哥回去刷一刷钱 现在TB的这个蝴蝶做出来的话 TB做出蝴蝶的话 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的输出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蝴蝶对于TB的提升是很明显的 因为TB本身他的一个 不过他变身以后的这个基础攻速会被降低 TB这个英雄特别有意思 几乎所有的就是靠变身去输出的英雄 变身以后输出的英雄 都是变身以后的基础攻速会被降低 就比如说我原来是1.6 我现在变成1.5 变成1.4 甚至像链金那样 3D变身以后直接变1.0 唯独TB他变身以后 他的基础攻速会被增加 会被增加 就是他变身以后的这个攻速 比他的不变身的时候攻速要低 就是他不变身的时候 他的基础攻速是跟 想想跟谁差不多 跟我想想 他的基础攻速应该是1.5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5 仅次于那个敌法和剑胜这些人 看见这波拍物 遇到毒狗 先拉住毒狗 把毒狗秒了 他也可以 开BKB 这里月琪开大一个拉墙 四个人中到这个拉墙 牛头往后撤一波 已经正面团已经崩了 这黑鸟开BKB 也只能是往后撤了 用推推往回走一下 月琪的这个大招 刚才开出来以后 这个伤害太高了 而且龙娜这出了一个冰眼 三千多写 中路高低高破 而且自己TB是直接死了 TB这两波 他没办法 他来不及打出处就死了 已经是 TB选择买活 TB有变身这波 但是黑鸟死了 黑鸟也买活 这个买活过来的时机 你连在一起来 这分开了来 是什么鬼啊 龙骑的变身还在 这里给勾火 这样的话龙骑自己一个人掩护队友 自己死了 这掩护队友撤退 这样的话是龙骑的一条命 换掉了对方两个大哥的买活 TB和黑鸟两个买活 像其他的英雄 像能够变身的 比如像狼人 狼人他变身以后 也是基础攻速会降低 就是他的攻速 你会能明显到感觉到变快 链剑也是最标准的一个 而且他每一级的这个技术攻速 都会被降得更低 也就是说你一个速度 攻速越来越快 唯独TB这个英雄 变身以后攻速越来越慢 TP这波买活了 也是宣告自己的这个蝴蝶计划 又要一十万万又出不来了 你看VP这支队伍就这个 现在VP所体现出来的这个节奏 就是VP这支队伍的一个缺点 他现在就是有一个缺点 他缺点在哪 他不打架就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个游戏 他就必须要跟你打架 他不打架的时候 他不知道该怎么上高 他们的上高思路 就是我把你的人杀了 然后上高 你看他们刚才在那么大经济优势的情况下 中路的那波高地上的多蠢 他们只要不是在野外把你的人打死 他在上高地上高地 你看中路那波他们最最明显 两个BKB 两个BKB的情况下 而且是十秒的BKB 最强势的一波上高 没上去 这个就是他们这支队伍最大的一个缺点 所以为什么 就真的他们跟老飞昂去打的话 老飞昂去跟你打 老飞昂高地 我守高地什么档次 对吧 我守高地是什么档次 就你这上高地档次 我打你就能打路人一样 我可能野外打架打不过你 但只要野外你杀不了我的人 这辈子高地你都别想上 所以大鱼叫跳踩留住 但是你看野外打就不一样了 野外打这帮人打架真的是凶 所以大鱼 这里一个拉墙 是黑咸过来一个拉墙 这里露娜直接把对方的狼胖子收下 月旗开大赶上来以后 然后他要这里推了一招想救 但是没有救下来 有大招有大招有大招 没有大招没有大招了 这位这 NNA的黑鸟 这波是为了救TB自己死 你看这个就是VP这个 他们不去在野外杀人 他们是不会去上高地 他这特点就是跟你打架 这是我最大的特点 唯一的能力 这波独狗杀掉一个TB 就是拉往 把门齐再往这个泉水里拉 这样也直接打出GG 这样的话 恭喜VP 在双方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还是率先拿下一场 OG 这干嘛来了 拉米西斯这人跑过来炒稳了 又一口福大家下去 直接进泉水了 好吧 这场比赛先给大家录到这里 我们直播继续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我的直播 欢迎大家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不管是视频网站的频道 还是订阅我的直播间立志 关注微博和Q群 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咱们视频更新 还有直播的一个信息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感谢各位 我们下场比赛还要订阅一下